Burse party was found yesterday afternoon floating off an abandoned pier at the bottom of Charleston Street in the particularly city part of Greenwich Village Sorry, let me start over Please don't do that! Please don't do that! You have to fix it, not start over 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你在演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不对劲 就错了 或者说是哪里感觉状态不对 你就马上说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重新再来吧 这种现象在我身上发生过很多 特别是在以前 最开始的时候 我不管是做audition self tape 还是说我在跟别人rehearse 或者甚至在拍摄的时候 开始演的时候 突然感觉到 哎呀 状态不对啊 或者辞错了啊 或者你的动作有点别扭啊 然后你就说啊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重新再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想法 或者是一个习惯 有时候这会成为你的习惯 有时候这会成为你的习惯 你一旦觉得 哪里不对了 太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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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把它捡起来 我相信大家都有看到过一些节目 就是主持人 特别是现场的主持人 他遇到一些突发的事情 然后好的主持人的话 他的反应就是马上把它圆回去 把它转化成一个很巧妙 或者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折 或者说是一个 把它变得 就大家能看出来这是有发生的意外 但是又会觉得主持人特别机智 非常的灵活 能就是将错就错也好 或者说把它变成一个 非常觉得无所谓的一个 这个变化 那在我们的表演当中也是一样的 当你觉得状态不对的时候 打一个非常简单的比方 就比如说我们手上有个道具 我们在演的时候 突然不小心掉下来了 其实很多时候 如果经验不足的话 你就会说 对不起我的道具掉了 我们重新再来 如果是成熟的演员的话 他肯定就是把它捡起来继续演 因为你平时手里拿着的东西 掉下去也是正常的 也是有过这样的情况的 或者说你这个掉下去 对手演员也很灵活 他去帮你捡也是正常的 所以你就不 你要将错就错 就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因为可能你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前和之后 就这个意外发生之前 你的所有东西都是你设计好的 说实话并没有那么organic 没有那么自然的 但当这个东西一掉下来 或者说意外一发生 你的所有的反应就变得又真实了 很有意思吧 对吧 就是你本来以为你正常去演 演到完美的那个是最完美 但事实上有可能你一个意外 会让你带进这种更完美的一个真实的 自然的天然的表演 我希望我已经表达清楚了 就是说你要将错就错 never say start over sorry or let us do it again don't say that just fix it right away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